好各位投資朋友大家晚安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財源廣進 台北股市今天應該這麼說了 它還是漲了 而且是再創近期的新高 表現看起來還不錯 但是如果說我們從整個內容的架構裡面來看 那這個真的是多空差異很大 那這東西待會兒我會跟大家去做解說 不過今天的盤有一點開高走低的狀況 尾盤稍微小拉一下 我們仔細看 今天整個指數開高71點之後 最高漲110點 那尾盤在最後5分鐘的時候 它偷拉了23點有沒有 所以台股照理說今天有一點點 開高走低的現象 那上會更明顯 到收盤是收最低對不對 那各位整個指數我們會發現到 從上個禮拜開始 指數就受美股的影響出現上漲 那我們在禮拜 禮拜四禮拜五的時候 美國股市還是繼續漲 那當然帶動台北股市拉高 可是你仔細看 現在你台北股市又幾乎來到什麼 這一波的高點位置區有沒有 那到底這個盤它是要繼續攻 還是說這個盤 它已經來到一個高點區 好 我們仔細來看 我們要去解這個盤 要先去看美股 因為最近都是美股去主導 整個台北股市的漲跌 可是我們現在去分析到 美股這個狀況的話 那我們還要去看 因為它11月3號總統選舉 那所以到底它總統選舉的狀況 會對股市有什麼影響 好 各位我們先仔細來看 我們就先從目前 美國總統選舉這一塊來看 各位仔細看 最近的民調 你現在看到的綠色 是屬於拜登的民調 紅色這條是屬於川普的民調 最近呢 拜登的民調 是來到51.9 川普的民調大概在42左右 那這個柱狀體就是 拜登跟川普的差距 那我們會看到 現在的拜登跟川普的差距 將近快接近到10% 有沒有 快接近到10% 好 那各位 如果從民調來看 拜登當選的機率 它非常的大 尤其這次川普染疫之後 市場的焦點又看到 你對疫苗都沒有 對肺炎都沒有很用心 再去做處理 所以最近整個拜登的民調 它一路在創高 你會發現到 它現在差距越來越大 拜登的民調創近期新高 好 各位剩13個禮拜 那會不會有什麼太大變化 到時候我們再看 如果我們光從民調的角度來看 拜登當選機率大 好 那可是各位重點來了 以拜登的政見來看 它是傾向於對一些科技股 高科技股 去做什麼 增稅的動作 那投資人你想想看 如果說拜登當選 他要對科技股去科增 去科增稅率 去科稅 那對整個科技股的獲利呢 多少都會受影響 對不對 好 可是我們會發現到 這一波美國股市 漲最多是什麼 科技股 這是高科技股上來了嘛 那廢伴呢 漲更多 對不對 廢伴創新高 對吧 好 那各位 你就覺得很奇怪 拜登當選 可是拜登要去加稅的 可是美國高科技股呢 反而這地方去往上走攻擊 到底 原因到底在哪裡 好 各位 或許你會說啦 這跟川普的言論有關啦 川普反反覆覆 可是我的看法是這樣 來仔細看 上個禮拜川普暫停跟民主黨 協商紓困案 對不對 結果造成股市大理 好 隔一天之後呢 川普督促啊 補助民行業 有沒有 他就說啊 我乾脆我們補助民行業 單獨去補助好了啦 所以呢 美國股市上漲 好 在放假期間呢 川普又見法夾彎 新紓困案才喊停喔 川普又說要加嘛 有沒有 要加嘛 好 那各位 其實 不管他川普含什麼啦 其實我覺得這紓困案 應該要過的機率不大 因為 民主黨他本身要的是一個包裹性 你不要說補助什麼產業啦 你甚至於你那個州政府 你也要補助嘛 因為他有些資金啊 要那個什麼 什麼失業救濟金 他發不出來 所以呢 他們要的是一個 包裹性的一個紓困 那共和黨呢 他要的是一個 比較單獨性的紓困 那我覺得民主黨他不可能啊 在選前去幫共和黨去抬轎嘛 對不對 好 那再來呢 之前我也跟他說過啊 三名共和黨的參議員確診 啊你現在參議員停擺啊 啊你停擺你怎麼去衝過 對不對 所以呢 如果我們就從川普的言論來看 反反覆覆的 我昨天看到那個 陳文健的那個節目啦 他說啊 如果川普有做股票啊 這是他大賺 為什麼 都在他控制之下嘛 對不對 可是呢如果說 目前從紓困案來看 他不太會過啊 那美國總統選舉又快到了 那可是呢 目前的民調呢 是拜登的民調是最高的 所以呢 美國股市為什麼這個時間點在漲 你看啊 科技股都在漲 對不對 好所以咧 答案出來了嘛 因為現在的美股啊 他在反映的是拜登當選之後 這個盤會怎麼走 在拜登要科征 要科征加稅之前啊 高科技股先漲 趕快先漲 因為到時候要加稅怎麼辦 所以呢 我今天在測標寫的是說 美股選前他來走逃命 好他來走逃命 好那各位 如果當他在這來走逃命的時候 那以台北股市而言啊 你就不要亂追喔 不要到時候追到高點喔 你仔細看喔 如果我們就從 對神辦到底來看 連續三次的跳空嘛 這一跳空起來之後呢 過前高 可是他呢 離越線的管理越來越大 對不對 那美國呢 高科技股呢 這一波也是突破盤局嘛 管理率也出來嘛 所以我的看法是 現在的管理率一擴大之後啊 照理說啦 這個禮拜啊最慢後半週啊 美股應該就偏高漲震盪 好就要偏高漲震盪 好那你想想看嘛 美股把台股帶起來 如果美股漲多之後開始走震盪 甚至於呢 只剩下最後的三個禮拜 就要選舉啦 到時候呢 真的是出現逃命波的話 高漲震盪往下 那我問你啊 台北股市現在接近前高嘛 對不對 那你要追嗎 想一下你要追嗎 過不過前高已經不重要了 為什麼 因為你台北股市 這個地方的管理率也開始擴大嘛 就算你過前高 你沒有辦法繼續攻 你又往下 甚至於呢你受美股的影響 也出現一個偏震盪的盤局的話 朋友們 我要提醒你喔 這個盤到這個時間點啊 你不要說當初你八九月份 你買的股票 到現在為止你是套牢的 那到現在為止呢 你又拼命去追 你前面的股票處理不了 啊你現在這個地方呢 你又拼命買股票 那如果說 當美股市出現那種選前逃命波 開始出現震盪的話 我認為台北股市再往上攻的機率 那個空間啊不會太大 所以你反而要注意的是 你的股票是不是應該要趁這個時間點 稍微去把它縮減一下 因為美國總統選舉後面的變數還很大 尤其以今天這個盤來看 你會發現到啊 上市的指數有點開高走低 不過尾盤拉起來漲68點 可是上櫃呢 很明顯開高走低嘛 對不對 以今天整個盤的結構來看 它多空分期 什麼叫多空分期 你台北股市在撐盤的時候 你去漲台積電 你去漲聯發科 漲重量級的一些比較 具有權值的股票往上推嘛 可是呢就散物而言啊 最討厭的是什麼 我在放假前有跟他講 我說你不要看到這個指數上漲 到最後呢你賠更多 為什麼 因為他拉特定的個股上漲 啊你資金只有一套啊 集中在那裡啊 啊你其他的股票呢 不漲反跌啊 我舉個例子來講 你看哦 比方說這是今天的大力光 對不對 跌290嘛 今天大力光跌下來之後出量 而且呢再創低點 對不對 好那各位你想想看 大力光這種高價型的個股 它多少會影響到一些比較 偏中高價的股票 比方說 3406的玉金光 對不對 同樣光學類股嘛 你大力光都跌下來 而且一直創低點 你光學股 你玉金光要怎麼上得去 所以今天玉光的跌下來之後呢 也是出量 對不對 可是同志朋友 你有沒有想到過 當今天大力光一跌下來的時候 它所拖累的 它不只是在電子類股的一些高價股 它拖累最嚴重的 反而是生計 有沒有 你注意看喔 為什麼我跟你說生計 你看喔 今天大力光嘛 跌下來嘛 對不對 好 跌了290塊 可是呢 今天的生計股你看喔 4171的玉金 達到跌領本 創低點 對不對 ABC KY 這類型的瑞磁 股價當初 從6 7月份 建高點之後 中間坦一下 如果說你在高點買的 到現在為止 你也沒辦法解套啊 股價現在為止呢 打到多少 打到96塊 對不對 我們不要說前面那坡啦 我們從150到現在為止來看 股價跌了多少 跌了超過50塊 一張是5萬塊 對不對 那各位你先想看喔 當你那些高價的生計股都跌下來 其他的個股它撐不住啊 舉個例子來說了 剛剛我們看到了 瑞磁 瑞磁跌下來 創近期的低點 4171的瑞基 這一波從435塊跌到 現在是161塊 對不對 好再仔細看喔 其他的高價 比方說恆大 你看到現在為止啊 前兩天好不容易談一下啦 結果今天又跌下來 到現在為止呢 你前面這個地方你買進的人 你現在沒有辦法解套 為什麼 上都上不去啊 對不對 再仔細來看嘛 松華科 之前一堆人喊嘛 等你漲停板打開之後 你買得到的時候 你買在高點 到現在為止呢 你再仔細來看 其他的個股 你看保齡負景 到現在為止呢 也是一樣嘛 對不對 你當初五六月份買的 中間沒什麼談喔 到現在為止又跌 當這些個股 高價的升級股 一跌下來 你就會發現到 你看 終於 創破端低點 有沒有 前一波一談 你去追了 到現在為止 沒辦法解套 當這一類型的個股都跌 你看那個 4137的利封 再創低點 對不對 還有呢 建亞 也快創低點 是不是這樣 對不對 好 所以你會發現到 現在很多生技股 它都一路跌一路跌一路跌 為什麼當初在八九月份的時候 我一直跟你講 你不要亂買 不要看到生技漲生技 買生技 看到風電漲買風電 看到太陽能你買太陽能 看到塑化漲你買塑化 同樣 為什麼這個盤 我跟你講說 台北股市你要預防的是什麼 它會不會形成一個高檔震盪 尤其在後半週的時候 受美股影響 因為這樣的盤 它的月季線 月季線破季線的一個走勢 它沒有結束 待會我會畫趨勢給大家看 那現在除了高價的個股 讓你看到大力光跌下來 然後生技股的高價股也跟著跌 那這一跌下來 其他生技股全部跌 那現在這些個股已經沒辦法解套了 談都不談你怎麼解套 那你現在反而要注意的是什麼 就是說 你手上其他的個股 千萬不要再讓那個損失擴大 為什麼 因為當你大力光跌下來之後 我們剛說過嘛 你3406億金光也撐不住 對不對 當這些撐不住的時候 你看 其他的個股 你看宣德 這類型的個股呢 它季線不能再破 如果再破的話 上面將近會有兩個月的套勞籌碼區 對不對 再仔細看嘛 M31也是一樣嘛 頭部在走區間嘛 對不對 你看嘛 惠特也是一樣嘛 現在都是維持一個區間盤 所以你現在要記住 台北股市如果說這個地方 開始出現高漲震盪 甚至於美股市出現逃命反彈波 然後呢 乖底擴大之後 這個禮拜後半週 開始震盪的時候 那你那些做頭型的電子類股 就要特別注意了 因為 如果說當它一出現 比方說 當它一出現震盪 甚至於呢 又再破前面低點的話 我跟你講 後面套勞的籌碼 它會越來越重 所以我還是提醒各位 手上的持股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 你不可能說你前面的股票 套勞的都不管它 然後你前後面呢 你又在買新的 你的老師可以這樣子喊 但是你沒有那麼多資金可以做 所以如果這個時間 你持股上面不是很了解的話 我是建議各位啦 你可以打個電話進來問 好那我會給你一個比較中肯的一個看法 來去針對你手上的個股給你建議 甚至於呢 我用整個籌碼的角度裡面 來幫你看 你這檔個股的籌碼有沒有出現問題 如果連法人都在賣 而且都在偷賣 我問你 你賣不賣 你仔細看啊 今天滑棒店 開高走低爆大量 誰在賣 你後面去追的你討不到便宜 懂我意思吧 好 那關於整個大盤未來趨勢的變化 那我們待會呢 再跟大家做詳細解說好不好 持股有任何問題的 很歡迎你打個電話進來 我們再幫你用籌碼的角度 再幫你去做一個研判 好不好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27810909 運搭投顧 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 妄補欣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立刻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27810909 好 歡迎來到現場 剛剛我們從整個美國目前的民調 去推演到美股現在他應該要怎麼去走 那我剛剛跟他說過嘛 因為整個拜登的民調跟川普的民調 現在差距將近差不多有10%嘛 所以看起來拜登當選的機率比較大 所以呢 但是問題是 你拜登是要對企業加稅啊 那為什麼最近美國科技股先掌 這我跟他說的 美股在選前啊 先走逃命波 因為你一加稅 對整個企業的獲利啊 他會有縮減 更何況在這種肺炎的狀況之下 所以要特別注意的是什麼 如果說當美國股市啊 這個禮拜後半週 因為管理開始過大了 當他出現高檔震盪的話 你不要說台北股市不會 因為台北股市 最近這幾天啊 已經有兩個跳空缺口 那也是一樣啊 就算在拉高在這邊美股一震盪 台股也會開始高檔震盪 這一震盪起來就會出現問題 什麼問題我們仔細來看 我們就來把趨勢看一下 你看哦 現在整個月季線 我們從這裡來看 先從這裡來看 月季線本身的差距 因為你台股增上月線之後 現在稍微把這個月線啊 稍微扭轉 也是呈現上揚對不對 那月季線在這裡 可是以月季線來看 目前這兩個差距啊 相差多少 大約26點 26點好 沒有很遠 好那各位仔細看 因為未來 整個季線的成本現在在這裡 今天禮拜一嘛 禮拜二禮拜三 到禮拜四之後 它就會開始快速上移 所以呢 季線這個地方啊 到了禮拜四 就是禮拜後半週 那個季線成本扣高 所以它會快速上移 因為成本提高了 成本提高 好那你從月線的角度來看呢 月線的成本現在在這裡 啊明明禮拜二嘛 等到禮拜三之後呢 它也要上移 對不對 好那這代表著說啊 你未來在這條啊 整個月線的走勢呢 目前看起來還有機會上移 可是呢如果說 當台股在這個地方出現 高檔震盪的時候 甚至於呢高檔震盪有出現 稍微下壓的時候 懂得沒有 這一段的過程裡面 月線 它就會去破季線 為什麼 因為現在只差二十幾點 只差二十幾點 好 那如果說 當你的月線 又去跌破季線的話 那代表著說 那你現在整個台北股市的 季線成本是 一路是往上移啊 所以呢你整個台北股市呢 在整個區 大的一個區間的盤局裡面啊 這地方會有什麼 做頭的疑慮 為什麼我說它會有做頭的疑慮 因為你這波融資減不多 因為你減不多 上面套牢籌籌碼一堆 它才會造成今天什麼 生技的個股一路創低點 因為上面套牢太多人了 這樣沒有人要拉了 沒有人會幫你解套 要注意這個 要注意這個觀念 不要想說別人來幫我解套 大家都套牢誰幫你解 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提防什麼 月線週三 季線週四 成本都要扣高 後半週當美股 管理已經擴大了嘛 當它出現高檔震盪 你台北股市也會高檔震盪 那這一震盪的話 你要提防什麼 月線破季線 當你月線一破季線的話 你整個指數拉回的壓力 它就會開始加劇 因為你再從籌碼的角度來看 外資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放假之前是29468口對不對 可是今天指數在拉上來的過程裡面 外資它並沒有增加多單 它在今天減了360幾口左右 360 369口 369口 也就是說 現在還是維持在多少 29000口左右對不對 前高3萬2這個位置區 它沒辦法過去 對吧 那各位 你再回頭來看 我那時候怎麼跟你說 到底做多做空 美股上漲對台股有利 但問題是你美股上漲 美股漲美元就跌嘛 所以這個都是對台股有利的一個條件 但是對台股比較不利的狀況呢 就是你外資期貨倉位呢 現在是在差不多29000 還沒有突破什麼 之前的3萬2 你融資不減反針嘛 那技術面呢 在這個禮拜 要特別注意的是 後半週會不會月線去跌破季線 所以那時候我跟各位說過 你台股到底你要不要去做多 依照目前的結構裡面來看 台積電聯發科有在撐 對不對 今天PA的個股也稍微有在撐 但是呢 你今天半導體相關的股票 已經開始出現大量 開高走低嘛 那代表說 你現在的市場的量 集中在特定的個股身上 當你一集中在特定的個股身上的時候 那些不需要量的股票 就一直讓你看到撐低一點 對不對 所以呢台北股是要怎麼做 要預防什麼 這禮拜後半週會不會高檔震盪 當你出現高檔震盪 你融資又不減 又出現高檔震盪的時候 我建議各位啦 指數的操作我們之前有跟各位講過 7月底8月份我們都逢高空 再來呢 9月份的操作我們也逢高空 對不對 後面呢稍微有一點 稍微去搶一下反彈幾筆的反彈 到了10月份的時候我跟他講 這個盤我原本是說 我認為是看區間 那因為你美股上去嘛 你台股也上去 所以當初我有跟他講 逢高空之外要逢低嘛 可是重點是啊 最近也沒什麼低點 台北股都開高嘛 都開高開高嘛 但是我剛好跟各位說過 整個指數後半週子的時候要留意什麼 月線週三 季線週四 他扣高點 如果再搭配整個美股呢 他在創高 創高 管理率越來越大 當你越來越大的時候 台北股市後面呢 震盪幅度 他就會加劇 所以呢我建議 這個禮拜的後半週 要特別留意 逢高空的這一段 後面一定會有大行情 因為你漲多了 管理率越來越大 然後呢 當你在那邊開始走震盪的時候 因為美股也開始走區間嘛 那你台北股市呢 現在結構上面是鬆散了嘛 因為你漲特定的個股 其他的個股都在跌 當你去漲這些特定的個股 漲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 漲不上去了 那怎麼辦 開始一壓回 那我跟你講 逢高空這個動作 一定會有上百點的行情 所以我建議各位啊 如果說在這個時間點 你想要去掌握後面 比較大的行情 來幫你創造更大的利潤的話 好好把握這禮拜後半週後 逢高空的機會 因為後面的盤勢 他很有機會 出現高檔震盪 一高檔震盪的時候 尤其是爆量的話 他很有機會像這樣 開高之後走低 那如果說以這樣子 開高走低的話 我記得當初啊 在7月底的時候 7月28號 那時候我們逢高空嘛 空了兩筆 一筆300點 一筆200多點 對不對 那我認為這個禮拜後半週 還有機會超過百點的行情 就要在這裡發生 所以你想要用一個 一個比較小的風險 去幫你賺取更大的一個空間的話 一定要趕快跟上腳步 好不好 但是我比較擔心各位的是 手上個股的問題 因為目前你會發現到 市場輪動的速度 從八九月份 從整個升季 到整個太陽能 甚至於到整個風電 到整個塑化 到整個航域 到今天位置又漲回到台積電 這些比較具有全值的股票 但是當漲這些個股的時候 你的股票就上不去 所以股票漲 你就說指數漲 結果產戶賠更多 這對你而言 絕對不是一個好的現象 如果說指數不漲的話 手上的個股不就很麻煩 對不對 所以今天你如果說 你手上的持股有任何問題的 我跟他說過 我會針對你手上的個股 我再幫你去算籌 到底法人在這個時間點 有沒有在偷賣 甚至於主力 他在這個時間點 是不是逢高去到貨 或者是他去壓低去出貨 這些東西都要看個股來去做說明 所以我建議各位 齒股不知道該怎麼操作的 趕快讓我來看一下 那我建議你指數的部分 後半週要掌握這個逢高空的機會 一定會有大行情出現 一定要好好把握 好不好 那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明天見